先把那個網路上面的這個資料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硬碟上面 那也是這些資料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資料庫建立起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建立一個新的資料 這個資料庫也是用那個seql server 然後名稱的話 我們給他叫做 叫class 點mdf 把它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的話 請各位先把這個相關的那個欄位名稱 把它制定起來 裡面的包含就是說這邊可以各位可以看到的包含就是他的編號 ID然後他的姓名 Email信箱 性別跟他的 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 那把這些制定之後的話 也把這個 文字檔做個轉換 轉換部分應該這個比較單純一些這邊沒有像剛剛那個部分 還有什麼enter換行的問題 那請各位呢把這個地方制定之後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上去之後再重新定義一下 然後姓名的部分 然後 Email信箱 再來 性別 性別用這個預設就好 這個day time 這部分的話 給他day time 電話的部分的話 給他 Racha 50 住址的話 給他長一點 如果怕柱子太長 看乾脆把他改255 會比較保險一些些 那這個地方一般這個不允許怒 把他加一個 主索引 按一個save 之後就好了 那這名稱的話 我們一樣叫 Class OK 好 那把他加上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在 我們就產生我們要的資料庫 之後再切回來 那請各位產生一個新的 這個 這個webform 就是我們的這個網頁 那再來的話呢 分別再把我們需要的 幾個東西加進來 比如這個data source 再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一樣 做設定 這個我想都比較簡單一些些 可以直接選取 直接選取 這個 MDF 下一步 然後連 Connecting 把所有資料抓過來 測試一下看有沒有連通 OK 裡面還沒資料 先完成 好剛那資料部分的話呢請各位 看用什麼方式把它轉換 那你可以用SS 用Excel 用Word 用各種方式都OK 那把資料然後再把它 直接放到 我們的這個地方 把它直接執行起來 按右鍵之後顯示資料表的資料 那就可以直接把資料 直接貼上去 貼上去 那資料的話 資料的話 資料未經認可 資料是有LOS 還是怎樣 看起來沒問題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有資料 OK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把它秀出來 那請各位 是